大家好,我今天要为大家赞付试试 肖旺之贫贱不曲解 西汉时候有一个肖旺之,学士非常渊博 金城里的读书人都很钦佩他 有人把肖旺之推荐给当时的大将军霍光 请霍光委派官职 同时受到推荐的还有王仲翁等人 于是霍光就下令召见这几个人 当时霍光设阵 辅佐年幼的汉昭帝因为权力斗争 差一点遭人暗算 从此以后他进进出出严加防范 凡是要见他的人一律不准带兵器 还得有两个规律 挟持着脱去衣服搜查全身 机械那一天 王仲翁等人都寻服的脱了衣服 让人收查 轮到肖旺之的时候不肯搜身 转身向门外走去并说 我不愿受仗剑 两个惯例硬要拉他搜身 双方争吵了起来 霍光听到争吵声走了出来 小王仲翁见了霍光就对他说 将军服住 幼住 饮食行得战 使国家大 治 重要 天下的人都向着卫国出力 可是现在 来进你的人都得脱衣搜身 这恐怕不合乎了 闲下事之意吧 霍光不想要任用小王之挥手 让他出去了 把王仲翁等人留下 在府内任职 过了三年 王仲翁已经做到了光露大夫 而小王之才靠参加政府的一次考试 当上了看守宫门的小丽 王仲翁出车时 带着随赠服役 下车经过宫门 前呼后有 非常威风 他看见小王之 激笑说 哈哈哈哈 你不听话 买来开门了 小王之毫不在乎的说 人各有志 今天故事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